大家好,我是奧君,我也来了 今天股市为什么涨 大家都和我一起做一下这个手势 一切静在不言中 我们都懂好吗 今天收盘前的一个走势其实还是挺强的 特别是在可能收盘前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 又有一波拉伸 那本来我的一个期待 或者我自己觉得一个base case是因为涨了一个星期了 星期五的一个围盘 那么应该会有一波抛压或者是一波获利了结盘 那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啊 待会有一组数据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整个背后 那么多头的话又开始造动起来了 反应在哪 反应在看作期权里面 其实今天我在准备新闻的时候 在彭博在彭博他们的一个新闻面里面啊 其实看我看到的最多什么在财经新闻里面 我看到最多其实是关于堕胎案啊 关于这个堕胎法案 我相信大家关心政治的话 大家应该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立场 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发表自己 大家自己的一些看法 啊反正啊 我在彭博上面 其实看到那些观点 基本上都是一面都是一面倒 那么可能也是和彭博 他们自己一个政治立场是有关系 那不过一个好的平台总会一定会有 应该可以容忍两种不同的一个声音 那么不管是故事也好政治也好 所以大家可以畅说一言 首先第一条啊 我今天看在朋友上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策略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对冲的一个策略 但是那他只是一个理论上假设的一个策略 并不是我们可以买的 但是大家如果要去追踪这一个策略的一个performance 他的一个回报的话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PPUT 那么首先我帮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啊 这个策略的话 他是啊买一手标普五百 那么然后的话他再去每一个月 然后去买一个port option 这一个port option 是一个看空的一个期权 然后他的一个行权价的话是在那价外百分之五 那就是如果说标普五百的一个价格在一百块钱 那么他这一个看空期权的一个行权价就是在95 然后他这一个看空期权的话是每一个月买 然后一个月到期之后再买 那然后这边有两条线啊 第一条线就是标普五百的一个走势 第二条线白色这条线 那就是这一个对冲策略 这一个对冲策略是标普五百加上一个port option 那所以他这两条线的一个总结 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 如果说用这种策略去对冲标普五百的话 今年到现在为止 他和标普五百的一个走势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种策略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保护作用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吧 今年基本上每一次下跌下跌完 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底点之后 都会有一波暴力的一个反弹 那么举个例子看这一个时间段 那这一个策略 确实已经比标普五百走得要好了 但是因为一波反弹 然后又把这两者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然后经过这一波下跌 标普五百又跑到这一条白色的线之下 那说明这个策略起作用 但是那经过这一个星期以来的一波涨幅 这一个策略和标普五百 那两者的一个回报率又非常非常迹紧了 那么而在整个观察的这一个区间 或者这个时间段里边 那标普五百一共是差不多要下跌了百分之十七点五 所以这一个对冲的策略完全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作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我想拿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那对冲其实真的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么因为它背后涉及到标的涉及到时间 那么就是你如果选择去做对冲的话 你是不管用任何一种方法 你都会涉及到一个时间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 那么还有就是仓位你应该用多少的一个仓位 然后去进行这一个对冲 那么这背后其实是很复杂 所以我其实不不建议大家去做对冲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市场的一个情绪面的时候 如果说然后我们看到市场情绪面非常非常差 甚至有周围一些小伙伴说我要清仓了 那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可能是适当的可以加以 如果选择去那么拿一部分仓位来交易这个股市的话 那应该那么适当适当的买一点 那么而在整个市场非常非常乐观的时候 觉得我们好像这一波又行了 比如说像今天那个故事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又觉得我们又行了 那么像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适当的应该减一些仓位 或者说去一些风险 那么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不要不要首先像这种今天这种情况 不要首先考虑去哎 我是不是要加一个破的 我是不是要现在就要进去做空 那做空应该是最后考虑的 最先应该考虑的是去风险去风险掉仓位 或者说是减仓 好吗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把事情去复杂化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追踪一下这个指数啊 PPUT 然后来看一下这张图这这些数据啊 前两天其实啊那次开始在其实在油价下跌之前 我就有关注到我想去看一下啊 油价和ndx之间的一个走势 然后今天我有时间 我正好把比特币和黄金都放进来 那这在这一个数据表里面 我看我们看到的是两者的一个相关性 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 那其实更多的是从一个投资组合 或者资产配置的这一个角度去看 那也许会对大家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那首先这边的一个数据是一些是日相关性 然后第一组看的是ndx比上xl 第二组看ndx比上比特币 然后第三组的话是ndx比上黄金 那我这边看的是分别是六个月一年和五年 那所以啊如果我们去看ndx和xl 和整个石油行业的话 那或者能源行业的话五年 它其实两者的话是负相关的负的零点三三 然后一年的负相关更加就在过去一年 它日那么日相关的一个负值的话更大 然后在过去六个月的话 基本上和过去一年的这一个负相关是差不多 那么这背后代表什么 这背后代表在过去六个月或者过去一年 那基本上ndx和xl的一个走势它是相反的 那如果它是相反的 这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说我们手里比如说有ndx 那我们需要去分分散这一个风险 那其实xxl这一个板块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反之也是一样 如果手里全部是xl然后要去分散这一个风险 那ndx也许是一个那么可以考虑的一个板块 因为这两者的话是负相关的 那这就好比传统意义上股市和债券的一个关系 那么所以负相关就代表这两者的话是有一个对冲效果 那如果是正相关的比如说ndx和比特币 这就代表这两者的话基本上是完全走势是一样的 那所以不管我们去看五年日相关啊这边这边 不管我们看五年也好一年也好六个月也好 ndx和比特币走势非常非常正相关 高度正相关那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市场把比特币 看作是一个high beta 那么什么是high beta 就是它是一个高波动率的一个投资标的 然后最后一组出去还挺有意思 ndx比上黄金 如果我们看过去五年的话 这两者的正相关出奇的高 在零点八球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猜不到这一个正相关 那高度的正相关过去五年啊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这两者的话出现了一个负相关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六个月 这一个负相关值的话减小了 那这其实是一个趋势啊 如果说一年的一个负相一年的一个相关性在负的零点三 九二六个月只是在负的零点零三 这意味着非常有可能的我们再过两三个月之后再去看的话 这两者非常有可能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正相关 好吧啊 我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或者为什么要拿这个数据拿出来和大家说 那么主要还是我前面说的是从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去看 如果大家想要去比如说做一些分散一些风险的话 那那起码我们知道哪一些标的是可以真的帮我们去分散这一个风险 哪一些标的的话 只是会帮我们去加剧这一个风险 那么而哪一些标的的话可能和你自己一些持股的话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和现金的一个相关性可能是差不多 比如说ndx和黄金在六个月里面的一个相关性 基本上和黄金和现金是一样的 那么现金和任何一个标的一个相关性就是零 好吗 然后啊最后一点我要强调是这些都是一些历史数据 他不代表将来 那么什么意思就 我说比如说还是拿ndx和黄金来举ndx和黄金在过去六个月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相关性 那么但是是不是代表将来的六个月 这两者是不是完全没有相关性不见得 好吧 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 然后来大家看几组数据 首先我想先说一下恐慌贪婪指数 啊经过这一个星期的一个涨幅 啊恐慌贪婪指数在二十八 仍然是非常接近于极度恐慌 现在是在一个恐慌的一个地步 好吧 然后啊我们拉下去 因为他恐慌贪婪指数是最后的一个结论 其实影响恐慌贪婪指数 这边你可以看到他边这边有七个indicator 那就是七个指标去帮助他们得出这一个二十八的一个结论 那其中一个指标 我想稍微今天展开说一下哪一个指标 就是这一个啊 那就是做空期权和做多期权的一个比率 那这张图里面他显示的是五天的一个平均值 那我觉得一个其中如果我们单去看这张图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规律或者一个规则是什么 就是如果在如就如果这一个均值 那在一个相对来说的高位 比如说在啊六月十六号 那么这一个比率在一点一点一点一代表什么一点一代表整个市场里面 那看空期权的数量去比上看多期权的数量是在一点一倍 那所以这一个这个比率在一个相对来说的高位 说明整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恐慌 而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要恐慌的时候 好吧 然后比如说啊今天经过这几天的一个经过经过这几天股市的一个回调 或者股市的一个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比率五天的一个平均值的话已经跌到零点八五 那一般来说这一个比率在下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股市的话在涨 那意味着大家情绪面都很高 而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跟着大家一起 这一个情绪面非常非常高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更加谨慎的时候 然后稍微看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 我把它稍微展开说一下 前面那张图里面我们看的是CNN 他们用的是五天的一个平均数 那么我这边用的话就是他当天的一个读数 当日的一个读数 那么第一张图啊白色这条线就是一个那 put比上core的一个比率 那然后蓝色这条线的话就是标普500 我把标普500放进来主要是为了大家 那从那图片上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两者的话是负相关的 在这个比率升高的时候 那股市基本上是下跌的 那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和这个时间段 那包括前段时间 破core ratio的话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率 股市的话下跌 那么还有一天就是六月十六号六月十七日 那股市的话就破了一个新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指标 我们看股市破一个新低 然后破core ratio的话并没有破一个新高 这其实有一点点像什么 有一点点像那种背离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指标 可以给我们去做一个参考 但是我还在强调面 千万不要只打单单一个技术指标去帮助我们去做决定 好吧 然后这张图最后我想说的是白色这条线 今天收盘的话收在零点六五 主要我想希望大家看到这个零点六五 从过去的一年去看的话 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好吧 所以这一个时候那我们是应该贪婪还是应该精神 我相信大家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答案 那然后前面我们说的是一个port比上一个call 他看的是一个比率 那这一个比率的话是在下跌 那意味着市场相对来说当下比较乐观 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port的一个成交量和call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其实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讯息 那首先我这边的话是port的一个成交量啊 port来说这两天其实是在增加的 那其实是非常合理那市场涨大好 然后有一部分仓位选择买入port 然后对自己这个仓位的话去进行一个对冲 进行一个hedge 那然后我们去看 所以我们知道port的话是在增加的 那然后我们去看call去看看多期权 那这一个体量我是需要大家知道看多期权的一个体量 今天的一个体量啊 其实是破了过去将近要两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新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四月份的一个最高点要高 然后比五月份的三个突出的那个点的话都要高 那这其实代表了整个市场里面多头其实是非常躁动的 那回答了我视频一开始说的那个观点 那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也反映了那收盘前五分钟到十分钟的那一波交易 然后收盘前五分钟到十分钟的那一波拉伸 那但是短期之内这个call的成交量去破了一个新高 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股市还会上涨呢 那么其实并不见得我这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在那么三月中下旬那一波啊 白色这条线就是一个就是call的一个成交量破了一个新高 那么接下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call的成交量并没有去破新高 但是股价蓝色这条是标普500 标普500确实是还仍然是涨了差不多两到三个星期 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五月底的那一波 我们可以看到call的话 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拒破了一个新高 但是接下去一段时间横盘标普500横了四五天 那么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子的一波下拉 那么所以啊我并不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call的一个成交量 它去破了一个前高 就意味着接下去又有一波 比如说像三月份三月中下旬的那一波涨幅 那但是我觉得这一个call的一个成交量去破了一个新高 意味着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 那非常有可能是比五月底的那一波是要高的 那么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我又行了 可能我比五月底那时候的时候更行 但是其实现在你去看一下点位比五月底那时候还低很多 对吧 所以不过我觉得这个情绪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反映在做多的一个期权里面 啊 所以如果是大家今天的话是这一个啊 看多期权的其中一员 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乐观 也没有必要过度的一个兴奋 这个情绪面我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情绪面 现在已经比较高了 那么这一波有没有可能去到更高 当然有可能那如果接下去整个市场里面 再有一些好消息进来刺激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这一波反弹的话可以去看到更高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前面这一张图 回到这一张图的话 那我们单单如果去看这一个破的和抗的这一个比例 然后再比上历史上的这一个点位去看的话 那在这个位置我个人本身的话 我宁愿去降一个风险啊 而不是去take这一个风险 好吗 然后很多人会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担心啊 是不是踏空 那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小伙伴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现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正股的一个仓位 所以怕会踏空 那如何去避免这一点呢 我以前分享过 我我我个人是不建议 永远不建议 那大家在任何的一个时间点去空仓的 但是我说如果空仓是最符合个人的一个决定的话 那我永远支持大家的一个决定 但是如果要去避免这一个心态的话 那就不要空仓 那保持有仓位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一个踏空的一个心态 第二点的话就是 那么既然我们选择手里只留百分之十的正股 或者说全部清仓全部是留的是现金 那么那就必须要接受踏空 那么是难以避免的 在我个人一个定义里面 如果以非常小的一个仓位或者清仓出去 那么然后再满仓回来 这我这在我定义里面就是去试图去他们的market 那试图去他们的market 就必须要接受踏空这个事实 没有什么需要去玩似的 比踏空更差的是什么 是去追高 所以不要去追高 好吗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下面讨论 最后的话祝大家周末愉快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